元宇宙还有做梦行情吗 梦慢慢要醒咯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千涵 今天欢迎胡真宏 胡老师 千涵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最近大家都在期待元宇宙 在12月可不可以有一个做梦行情 不过今天看到是有一些个股拉回了 那会是买点吗老师 我觉得这个做梦行情也做蛮久了 因为之前从那个 我们应该是讲说 从这个大盘16800跌下来到12629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股票 其实没有什么跌 大概跌的这个幅度也不大 那其他股票真的跌的蛮惨的 有些都打到三则两则 所以这个问题会存在在 就是说这些元宇宙的行情 未来假设大盘真的开始 就往下走的时候 它会不会出现补跌行情呢 这点你可能要非常的注意 那我们就来先看 这个其实元宇宙的开头跟开端 绝对是威胜集团 对 那其他的不用看 那个沾边的今天就不讨论了 真正的主轴绝对是在威胜集团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 威胜集团这一波的这个个股 应该是说它几乎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大敌 它就是在高档的一个大区间震荡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要去注意了 因为你虽然是说跌不下去 好像充满着希望 但是你要去思考个问题 如果这个希望真的那么棒的话 美梦真的会成真的话 你晃了那么久早就该上去了 再创新高 但是并没有 这就代表有人在怎么样 在卖 所以这个卖压是从何而来 我相信这个又是我们值得去探讨的问题 但是我们今天重点不是在这里 因为我们要去看 现在到底该怎么看它的未来 那现在目前为止 它这个已经回补了空方缺口 那空方缺口回补之后 这个解套的卖压区 就会出现了 这个要克服就不是那么容易 那尤其是在低档最近在抢短 或是说它这一波有买的 在布局的这些法人也好 甚至于主力也好 那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地方 假设真的涨不上去了 它会出现一个破例的卖压 这点可能就是我们要去注意了 所以我就写出了一个这个价格 它如果三天没有去过了这个78.7元 那78.7就是昨天的高点 如果这三天之内没有办法过的话 三天就是到下个礼拜二了 下礼拜二收盘前真的没有办法过 你就要去留意了 它的破例卖压会出现 那这点你要小心 那当然要是不小心往下跌怎么办 那你只要设立一个停顺点 你这个每个人的停顺的幅度都不一样 那就依照你个人的风险的承受度 来去做设定了 那再来就是宏达电 那宏达电也是很也是一样 它也是恢复了空方缺口 那上面的这个解套卖压区也是很沉重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如果他三天没有办法过昨天的高点60.8 你这个地方就要留意了 是不是有过例卖压会出现 因为股票都是这个样子 尤其是法人跟主力 他不会笨笨的把上面的那些人当解套 就是把头筹码变套在自己的身上 对 帮别人解套自己套在身上 是 他不会那么笨 那在这种情况下 除非他会去做这种笨的事情 只有一个原因 什么样的原因 就是威胜跟宏达电 真的怎么样 爆发出他的非常大的获利 也就是说他的获利 真的是三级跳了 开始出现什么 赚5块钱赚10块钱 甚至赚到20块 但他还没有 那到现在真的还没看到 那一根毛都还没看到 所以目前为止 只是纯粹在做梦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的本益比 只能用N倍来计算 所以没有办法去看他的本益比 可是有些个股的本益比 早就已经压到多少 5倍以下 那像这种股票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选择哪一种 我相信这个答案 显而易见 就不用讲太多了 那我们再来看这项利位 利位这个地方 就是他是比较因为筹码集中 但是我觉得他在反弹的 这个过程当中 他每次都是落后补涨 落后补涨之后呢 来到了这个所谓的 一个解套卖亚区 我觉得他也会停下来 因为那边的解套卖亚区 量非常的大 那最近在反弹的时候 的量就缩掉了 代表实际上 主力要去做大的意愿也不高 所以他只是用一点资金测试一下 市场的买盘 或者是说卖亚重不重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你要注意了 他现在不可以再去回补 这个多方的缺口 那多方的缺口 是在18.7元 好那下一档就是建达 建达就是昨天有涨停板的 那今天就没有了 只是先打下来再往上拉 可是我觉得那个往上拉的那个 强度并不是很好 并不是很好看 我就这样觉得 所以你看也是一样 多方的缺口不要去回补 那他的目前多方缺口是34.85元 只要这个多方缺口还没被回补之前 还有机会 但是被回补掉就会出现转弱的现象 那今天只差一点点 你要注意了 所以我就是觉得总结一句 元宇宙在目前来讲 这样的一个做梦行情 我觉得梦差不多快要醒了 因为你在高档震荡的太久了 而且很多的股票都已经修正了那么多 他几乎没有什么修正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操作部分 多单的部分 可能投资朋友要稍微留一个加小心了 那今天跟你分享到这边 是 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财经的最新消息 也要持续锁定老师的LINE和Telegram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就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